西木 我喜欢你 学长 游戏bug的事情 你们处理得怎么样了 就快搞定了 那百合天 西木 我知道 你很难从游戏里面抽离出来 但是工作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好好休息 恢复身体 百合天的事你也别想了 可是 西木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等第三季游戏上线的时候 我会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吗 其实我是吹牛的 因为我不知道 这对你来说 能不能算作是一份礼物 我 学长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 西木 我喜欢你 我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喜欢你了 但是好像无论我怎么做 你都看不到我的心意 经过最近这些事 我就知道我不能再等了 我想要跨过朋友这条界限 我会在你累的时候照顾你 在你伤心的时候 帮你擦眼泪 我想听你分享 你的每一件有趣的小事 也想成为 你一直陪在你身边的那个人 如果我说 我想要对你的一切负责 你愿意接受我吗 学长 我 我也理不清楚自己的感情 我 没 没事 你不用着急回应我 我 我也不想 因为这件事加了别的尴尬是吧 我只是想要你知道我的心意而已 我们慢慢来 慢慢来 你植物百号天的那段代码 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 让它有了自我意识 但是 如果强行修改代码 虽然能够让它恢复初始设定 但是 它的自我意识也会随之消失 可如果不改 也不符合公司的上限要求 一样会被废掉 那 那 那孙青说的捅娄子就是这个吗 那他是不是也知道了 百号天有自我意识 他只是跟杨总说 我们开发时出现了证明错误 我想办法给敷衍过去了 但是 杨总因为孙青的举报 已经降了我的知己 后天 孙青就会全权接管我的组 我想他很快就会发现 百号天有了自我意识 我也不能插手 所以 不行 绝对不能让百号天落到孙青的手里 以孙青的性格 他一定会把百号天占为己有 百号天是我们全组的心血 我们不能放弃他 放心 你忘了自己是一个刚刚被医生抢救回来的病人吗 你对百号天陷得太深了 你必须得回头 后面的事你别管了 我来输了 我们其实没可能 你一定要幸福 我选择最初 时间在倒数 最后的落幕 你我的故事已经结束 你要好好走完这段旅途 我们都会幸福 你呀你 你再难过也不能一个人去借酒交仇啊 要不是我来 你就得是大马路你知道吗 我难受 难受 难受 想吐啊 心里难受 好了 我当初要是知道这段代码会毁了它 我退一万步我也不会改的 我 我宁愿从来都没有遇到过她 她也没有爱过我 爱我就会害死她自己啊 你说你哭什么呀 她不是还没死吗 我已经没有机会告诉她我是谁 没有机会告诉她 我爱她 你一定要幸福 我选择退出 时间在倒数 最后的落幕 你我的故事已经结束 你要好自问这段落 你赶紧把我包装成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放心吧 你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会有人闯入 继续等待 会等待 下个日出 这人不是会和你我 其实